本公司及持股百分之百子公司 Centra Technology Inc.与美商英特尔公司 Intel Corporation签署契约将延览Centra部分员工加入Intel 微生宣布百分之百持有AI美国子公司Centra 与Intel签署契约进行重大交易案 同意由Intel延览Centra员工 目前预估交易金额约为新台币34.92亿元 市场估计最多可以贡献微生EPS高达7元左右 类似的做法早在2017年就出现过 把Power by HTC这个团队还有资产 跟Google更深度的策略合作 微生关系企业宏达电当年以11亿美元 把手机代工部门转卖给Google 不过当初交易案还包括了相关传理技术 如今微生成为宏达电2.0 带动5号股价一度接近涨停 近一个月股价更是暴涨超过70% 市场解读大涨并不是元宇宙 而是卡位并购案 微生集团陆陆续续都把自己生产或者是获利的部门 或者是有实力的部门都切割到海外 或者是切割到对手的阵营当中的时候 其实隐含的是他们竞争力在下滑 专家保守看待 以宏达电的历史来说 后续发展并没有更好 尤其微生将子公司人才卖出 虽然能贡献EPS 但只有一次性 未来的竞争力会有更大的挑战 三圈曲之雄方向太不到